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推特Space 今天是20209月12号 欢迎大家加入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整个市场状况 以及比特币看似有机会会有一波涨幅 那这个涨幅有几个原因 我们再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比特币会被从涨幅上涨 那我们刚才 在推特Space之前我们也拍了一个video 跟大家聊聊说市场上线目前为止 再过两天就要merge了 那基本上是在13到15号之间 有可能是4号的凌晨亚洲时间 但是不确定 因为这个时间早晚可能会差几小时 就完全是要看这个block的数字 那以及看矿工挖的快慢 那我们稍微看看 我们今天推特 今天推特我们跟大家讲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看到Bitcoin的部分 Bitcoin原本的高原本这边的压力区区都变成支撑区 那支撑区变成压力区的同时间 如果再突破这个地方 但是就有机会再往上站 这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提醒到Bitcoin可以有机会 第二就讲说 如果在这个地方merge 如果都成功其实很正常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先你要准备 然后失败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就是来教大家不要all in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新闻 第一个我们讲说MicroStrategy 这前两天就 MicroStrategy准备了5亿美金干嘛 来买Bitcoin 其实我觉得他们目前为止应该持续 Bitcoin在低位19,000左右 他们一直持续进场 因为他们之前的19,000是一个他们的支撑点 我觉得他们不会让Bitcoin在某个程度上 不是说他们不会啦 不是说他们能办控制市场 只是说如果Bitcoin接近19,000 那MicroStrategy有机会同心在进场 再去买更多Bitcoin 那他们讲说他其实把一部分的股票卖了 他本身的股票卖了5亿美金吗 拿5亿美金准备再来买Bitcoin 大家也知道最早他们其实在世界上第一个去融资超过20亿美金 融资超过20亿美金 而且持有超过13万颗Bitcoin的一家私人机构 那是在美国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 那这其实是一个算是什么 利多消息啊 那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这些 为什么这些大二或者这些上市公司的大佬们 他们赶在这地方去买Bitcoin 就代表他们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一些东西我们没看到 那我之前有听过MicroStrategy的 我访问他其实讲了一点东西 就是Bitcoin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棒的发明之一啊 因为代表他说我看买这个Bitcoin 我不是买今年明年啊 我买Bitcoin我可能放10年 放20年放50年 甚至我放100年 我这个Bitcoin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增加价值的原因 其实最大是因为他的稀有度 那就代表Bitcoin本身因为 只有2100万颗吗 卖完就没有了 那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资产 这所谓balancing 资产负债表里面大行 或资产负债表里面 愿意把一小部分的现金拿来持有Bitcoin 就代表 他们的投资的portfolio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电子黄金 那Bitcoin在这些大行的角度里面 基本上都是以 commodity的状况存在 就等于上投资黄金保值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利多的消息 那除此之外 其实昨天的新闻讲到 SEC美国证监会 又有16家公司申请 16家公司申请说要开Bitcoin ETF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状况 当市场最热的时候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批准了第一家Bitcoin ETF 之后在2022年6月的时候批准了第一家 7月吧应该7月批准第一家Bitcoin反向ETF 反向ETF就代表Bitcoin Bitcoin跌的时候那个ETF的指数是往上涨 那目前为止可以看到 另外还有16家不同公司去申请Bitcoin ETF 但是SEC都把他们全部都回绝他们了 就这个时候现在不是 一个让大家去申请ETF的好的点 就代表说目前为止市场 不见得就是会往下跌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同意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SEC这个地方再批准了ETF出来 那不是市场还要再继续跌吗 那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地方应该是一个利多消息 应该指美国的证捐会 这边美国证捐会 就是回绝了16家不同的ETF 比克币ETF申请啊 那主要还是指的是政治因素吧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 等于是市场的风向球啊 大家也是可以稍微考量一下 第三个我跟大家讲一个 稍微像比较赔数据的 由大家讲说你要去看市场的 市场其实有非常多种的 指数啊或者是这样所谓指标 那其实最简单的 其实如果你去看市场 在底部或者是在头部 有一个蛮准的 就是所谓的Net Unrealized Profit and Loss 这是什么 就是真实 未实现的利润跟 损失的这个 这个指标叫做NUFO 那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来 看所谓的市场的高位 或者是低位 那你看到NUFO如果看红色的部分 红色是指这个NUFO指数啊 那这个黑色部分是闭空的价格 你会看到红色的指数只要超过 这个所谓的EUFORIAN EUFORIAN就是代表 大家是非常非常开心 那就是已经那个大喜大乐的时候 或者是GREED就是很贪婪的时候 你只要超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大的机会 你NUFO超过75% 就有机会BITCOIN会反短 那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如果这边 2011年 2011年5月 在这个地方NUFO来到了78% 那时候BITCOIN价格8块 但是后来跌 BITCOIN价格跌到多少 跌到3块 8块跌到3块 那NUFO跌到负的77% 负77% 2011年 在第二个 第二次的话是在2013年4月 NUFO来到了77 那这个时候BITCOIN是107 那之后BITCOIN回档是回到 回到这边 107回到69 第三次 第三次NUFO81的时候 是2013年11月 NUFO是81 在BITCOIN是900 之后BITCOIN回跌到大概280 那再来就我们熟悉 比较熟悉到2018年 2017年2018年 这时候NUFO来到75 这时候BITCOIN是17000多 1112月 那之后BITCOIN回到3000 BITCOIN回到3000的时候 你看到NUFO是-25 -2425 之前2015年的时候NUFO是-54 那再来的话你看20 2021年的2020年 2021年的LUFO这个地方其实一直持续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2021年的2月份 他其实就碰到73了 他这个地方都没有晒上去碰到75以上 这个大发这个地方有个74.65 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 但是他后面有点比较 这边有点延迟啊 那后来他的高点是出现在3月份4月份 比特币6月多 后来第二次出现高点 虽然是比之前的高 但是这个指数 所以很多如果你去看RSI MACD各个的这种交易指数 在第二次出现 就在2021年11月的时候 都是比2021年4月份 这个地方要是再低嘛 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 NUFO 应该啊 现在啊 应该是在-14 如果我们看这个 他看这个pattern在2018年的时候 只会有一个两只脚啊 一个是12月07是-36 再来是2019年2月17号是-29 负两只脚是双底 那我们的双底 第一个双底是-19 在2022年6月18 第二个底 第二只脚是在9月06 9月6号-14 目前为止 我们看起来这个 现在我们NUFO NUFO又从低位往上走到1 但是我们比特币的价格在21,700 21,200之间 那这地方其实给大家一个思考 就是说 当我NUFO在1 1以下是负值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市场低点了 当NUFO从负值变为正值的时候 市场有机会是一个由低位往上走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其实就在于 这个由低位往上走的关键点 这个地方 大家有可能不太相信 但是历史不见得是 一定会照着 我们 这个世界不见得一定会照着历史走 但是历史有时候 lik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历史有时候自己还是会重演的 那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我们可以当一个参考 所以如果你去看NUFO去估高的话 就是如果NUFO超过75% 但是EUFORIA 或是估计这个机会 大的很大机会市场出现高点 那NUFO如果跌到 0以下 跌到0以下出现的 比如说跌到35% 跌到20% 这个都是相对的低点 出现双底 甚至不需要出现双底 也有机会 重点是出现双重负的转正 那有机会是市场环转的部分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其实市场是一个 比较混乱的市场 很多是很多人都讲说 整个市场目前为止大环境 是跌 那各方面都是比较 是比较雄市 但是为什么Bitcoin这个地方往上走 我再大家来看一下 Bitcoin目前为止在2.2 一直持续有机会往上走 那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当然是第一个以太在这个地方 当然以太在这个地方 得到市场上很多关注 那得到关注之后 以太在地方merge的时候 利多出境的很有机会 直接跟大家讲 在利多出境的可能性 大家觉得说以太这个东西实现了 对merge成功了 那以太之前所谓要炒短线 有机会这个地方回到 那钱跑去哪里 钱就往Bitcoin走 所以Bitcoin在未来几天之内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 一直在这个地方 这两天可能会出现 利多出境哦 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地方 1800左右上不去 因为明天后天其实基本上就要merge 大家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看一下风险的调整 那我们再看一下Bitcoin dominance 我觉得Bitcoin dominance某程度上也是看一个市场的高地位 以及市场的底部的部分 目前为止Bitcoin dominance还不错啊 现在到了41%吗 之前我们刚刚讲说39以下 就等于是Ocoin season 就整个今天跟大家聊比较多的市值 Bitcoin目前为止的状况 那我们刚刚刚刚讲几个Bitcoin目前的状况就是 当然市场上大家持续在这个地方要进场买Bitcoin 以及美国政府还是不愿意批 ETF啊 那甚至说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市场还是以偏 稍微哦 如果你说开这个地方 有机会是从底部翻扬啊 Nupo像这样的一个指标 都可以给大家参考 让大家问题好了 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 Hello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最近稍微也看了一些不同项目啊 也有跟一些 不同的这些团队聊啊 但是我觉得看市场还是相对是比较冷啊 所以我们这里地方 其实持续我们都还在做很多事情啊 我们到时候有机会跟大家聊一些不同东西 我们在Discord里面有朋友在这边问说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比特币大涨 刚好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good artists good artists问说 以太有消息反而跌 这个基本上这个逻辑是这样 当我们有利多 当利多出境 大家预期的时候 基本上市场都是会做一个反转 因为大家预期就是 以太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也真实也出现 不管成功与否 那这个事情已经消化完了 那市场同时间很多时候 有可能是会跑在你的信息出来之前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之前有开杠杆的意思 说干嘛 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take profit吧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一个历史的 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吧 让大家有机会这个地方可以参与 大家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我们周一到周一晚上 十一点钟 Twitter Space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隔天也是会YouTube上 会有所谓的重播 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大家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边留言 好晚安再见拜拜